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会去阿里山赏樱花 阿里山的英文是 那么现在不妨让我们用环岛的方式来替大家介绍一下各个地形的英文单词吧 我们都知道台北本身是一个盆地的地形 盆地的英文是 每到冬天的时候我们会去阳明山跑温泉 阳明山是个火山地形 Volcano Volcano 接下来让我们往南方迈进 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一个以茶文明的国家 那么茶叶都会种在低海堡的秋林地 秋林的英文是 我们往南部迈进 南部本身是迦南平原 所以平原是 现在我们往东海岸先迈进 海岸的英文叫做 Sea Coast Sea Coast 这里有一座非常有名的清水悬崖 悬崖的英文叫做 Cliff 那么学完刚刚以上的单词 我们现在要来学习是跟水有关系的地形景观 像是池塘 Pound 河流 River 还有湖泊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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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是瀑布 Waterfall Waterfall 此外还有其他的地形景观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 像是高原 Plateau Plateau 冰川 Glac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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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山 Iceberg Iceberg 河谷 Valley Valley 峡谷 Canyon Canyon 还有沙漠 Desert Desert 这边要特别注意 有一个字是DESSERT 它的发音是 Dessert 这个字本身是点心的意思 所以记得我要去沙漠或者是我要吃点心 这两个字的发音千万不要搞错哦 学完刚刚以上的单字 那如果今天我对某一个地区的地形感到兴趣 我可以怎么问呢 What is the landscape like in 地区? 你也可以这么回答 The landscape of 地区 is 地形 相信目前为止大家也许会有点抽象 所以我们来用一些例句来帮助你加深记忆 What is the landscape like in 台北? The landscape of 台北 is mixture of Bassets and Morcanals 这句话的问法是 台北的地形是如何的呢? 我也许可以回答 台北的地形是由盆地与火山群所所成的 让我们来多看一个例句 What is the landscape like in 台南? The landscape of 台南 is plain 台南的地形是怎么样的呢? 台南的地形是平原 另外介绍地形景观位于哪一个地区的时候 我可以这么造句 The 地形景观 is located in 地区 比如说今天你的外国朋友来到台湾 你可以这么说 The Jade Mountain is located in 台湾 玉山位于台湾 那如果今天你到了美国 也许你的外国朋友会这么对你说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is located in America 大峡谷国家公园位于美国 希望今天的剧行以及三次对您会有所帮助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